大家好,我是五仔,这一节讲三宗消息 娱乐集感,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行神迹,行神迹 台北成人展,三上尤雅去了 有个跛了一脚的巴打 为了看三上尤雅站起来 哇,比耶稣厉害,有些照片以有途为证,是真事 耶稣那时候是不是三上尤雅的样子 这个真是厉害,稍后看看有什么女看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我们这一节会讲一下杨黎 用5.4亿港币欠女儿的抚养权 刘海威就为保爱女儿,改加拿大国籍 不是吧,加拿大政府要立税,全球立税 两个这样欠,不如不要欠 杨黎你给5.4亿,我和你生那个 5.4亿港币欠一个女儿,你可不可以呢 这个价钱是5.4亿,不是5千4百万 刘海威也有些钱的 杨黎真是很棒的 我们会讲这宗消息,和讲那个傻了的钟柔美 现在是傻了的 钟柔美走去看Barbie 竟然用手机拍下结局,放上网 你是不是瘋了钟柔美 做什么事啊 任大华出动了 整个电影业被你弄坏了 这个价钱是很离谱的 这个价钱是三宗消息要跟大家跟进的 先讲台北成人展先吧,这么开心 严重的都起身 又会这样的 不是的,有些人不是真的严重的,行动不变的 有些人说,哇,站起来,不是那里站起来,那里站起来 对脚世了都站起来 那些女儿也有厉害的 有三双尤雅,一个叫新有赛,河北彩花 海北彩花是现在AV后来的 但你问我,我觉得平平无奇的口就比较大一点 三双尤雅做得越整越漂亮,越整越精致 新有赛,是不是那个? 那个我不懂,这个很少看的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纯粹有些人觉得,哇,很厉害 能够让这个婆子走回路 是耶稣的功力,这张照片超多人喜欢 超风全 他说,弟弟赞不赞作看这一篇 哈利路亚,是主的伟大 他说,看到三上游亚,第三只脚都框框声 哇,很厉害,很厉害 重振洪峰靠这一篇 AV旅休,既然AV旅休 也有个价格 有个价格,杨毕扔5.4亿出来 是否直接给刘海威呢 还是多给她个女儿 5.4亿 成世都找不到 以我們的角度當然找不到 我覺得劉凱威也未必找到 會不會讓女兒跟隨他呢? 如果他收了5.4億的話 我想以後叉燒餅 根叔以後都不用做外匯家了 隨便拿1億給老爸退休 拿2億取回台北成人展的AV 玩一個淫戰的假期 還有2億就放在這裏收息 女兒你跟媽媽而已 又不是買了你 跟媽媽也應該的 她十月懷胎 你會說很多的藉口原因 是要給女兒她的 5.4億是硬兜兜給的 但我看到報紙說 劉凱威保愛女改加拿大國籍 這樣不行 改了國籍你不能在大陸 那些人是熱議 這件事要不需要 但那些人就說 我又要罵公 她想起那條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條片是不是楊蜜 側面 其實也挺像樣的 我都翻看過很多次 她說 她說 5.4億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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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願意跟你再生 五仔已經說了 正常 但是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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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人出出入入多 未必有得再生 所以看女兒看得很大 也不一定 好 我們看看 新聞是這樣的 賤格的留言說完了 新聞是內地一線 女星楊蜜 和劉海龜 是2018年 結束五年的婚姻 她的女兒叫小糯米 是跟父親在香港生活的 根叔 偶爾也說 照顧孫 母女 因為疫情長期分離三年 可能高了 大了 肥了 她也不知道 當時楊蜜一度被批 是失職老母 那 通不了關 通不了關是這樣的 通不了關香港 跟內地很多 那些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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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男人現在只剩下一個老婆 真可憐 或者上面可能有幾個都未成功 變成一夫一妻制 那些香港男人 你看她 每個星期六天回到大陸 好玩 我喝酒 好什麼 這些不同 這些不同 始終楊蜜一線女星 又很漂亮 越整越精緻 近日有報導 楊蜜離婚之後 曾以尊重女兒的選擇 暗示不爭撫養權 近日又傳出 又想搶回來 扔5.4億港幣 決定帶外女兒回內地 親自撫養 5.4億港幣 養大嬰兒是幾百萬 哇 富養的女兒也不需要付到拱 5.4億港幣其實不用工作 直接 原地列盤都可以 5.4億港幣 哇 錢多到瘋了 有沒有這麼有錢 楊蜜 內地一線女星可能有都未成功 因為之前說不是很找到陳奕迅 排第十幾二十都十億一年 楊蜜可能有 9月小糯米 說到會回北京讀書 楊蜜爭女的傳聞 成為近日網絡的熱手 好 3月 楊蜜原來下來香港 近月多次高調來港 原來想爭虎養權 見律師 傳楊蜜早在四年前 已經萌生接女兒回大陸的想法 但因為疫情各自計劃 近日因為傳出 劉海威再婚 取內地女星李浩峰 衛免女兒被後底拿照顧 楊蜜決定加速爭取撫養權 另外有傳劉海龜不願放棄撫養權 7月會帶女兒去加拿大旅行 7月過了 好像去了加拿大 是否為小糯米改國籍 根據報道說 有知情人士爆料 小糯米會繼續留港生活升學 而劉海龜亦無意再婚 不再娶李浩峰 這裏有很多事討論 如果他去加拿大改國籍 是一定改到的 加拿大什麼人都會收 進去之後才會後悔 我媽媽最喜歡給我妹妹的影片 我妹妹經常說去加拿大 這個世界那麼多地方去 你是要去加拿大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喜歡加拿大 其實她喜歡什麼 我不知道她喜歡什麼 她是一個呼吸也要呼吸的地方 香港就不同了 是 香港不同了 馬來西亞也不錯 馬來西亞住不夠半年都不用交稅 你們知道嗎 泰國也不用 泰國就 如果你有VIP簽證 也不用交稅 你轉國籍不一定要轉到加拿大 加拿大想著沒有什麼 我不認識 她可能她想都沒有 但是其實你十個 轉到加拿大 九個半都會後悔 還有半個不後悔 有半個不後悔 不用你賺錢的就不後悔 好像割你不欲 那劉海偉會不會再婚 其實男人不一定要再婚 她的女兒的新女朋友李曉峰 我覺得 如果你說全她未必再婚 我又覺得她不會 如果楊衣和李曉峰 李曉峰真的沒有楊衣那麼正 一時衝動 男人衰一次就糟了 衰兩次就糟了 衰的意思不是離婚 結婚是衰 衰一次就衰一次結婚就夠了 還衰多一次結婚 那不搞錯 這個我覺得 一個男人失婚帶著女兒 那個女人當然想 劉海偉紅過那個李曉峰 李曉峰在大陸是二線演員 不是說紅得那麼重要 結婚是什麼 一個生活的保障 都跟愛情無關 愛情和拍拖 大家一起有關 跟結婚好像一張合約一樣 你看看兩個人現在 離婚後又說爭女兒 不爭女兒 爭女兒不爭女兒 爭不爭 你猜 有人說五點四億 不如我和你生吧 那你就想 你問問楊衣 他喜歡不喜歡高高大大 皮膚黑的 眼睛大 微粗粗的 我不是說郭富城 不是高大也是說自己 不好意思 好難說 有些女性說 十月懷胎 多少錢都要付 還有賺到這麼多錢 5.4億就算什麼 但我覺得 吹水新聞居多 要不要這麼多錢 撫養權 首先 她在內地出生 這個女生 小糯米應該是內地身份證 應該是 那 她媽媽是內地一線紅星 劉海威不是真的那麼紅 在大陸 她有得上春晚 有人認識 但她是紅 因為她是楊衣的老公 她也有點紅 但不是真的紅到這樣 你自己上網看 不是真的紅到這樣 楊衣是中國一線女星 你去打官司的話 要打官司楊衣會贏 但就一定不用5.4億 就算她欠也不是這個錢 這是我覺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 接著說說中柔美 你為什麼要春 現在很小 整個電影業 都被你弄壞了 夠膽死 走去看電影 用手機拍下的畫面 放上網 對 打完卡 有人說 你看Barbie 竟然在戲院銀幕畫面打卡 還要拍結局位 還要聽華立兄弟 你不是個 衝油美 令網民不禁批評 整個電影業 被Yumi弄壞了 博出位 博宣傳 又被你上到雜誌了 好像不太好 這真是負面新聞 Barbie很多人爭著看 在南韓的人 人們瘋了 瘋了 在南韓有個地方 是潮人的地方 我都去了Barbie咖啡打卡 很多世界各地人 專門來首爾打卡 香港人爭著看 Yumi也不例外 每個人都有粉紅色的心 今天說到 在7日 Yumi的故事 竟然放了一段影片 就是Barbie最後結局的場口 還要表示深深 把華立兄弟也敢死 認真大膽 事後Yumi 似乎知道錯 立刻刪除故事 還多出一個故事 道歉 網民看得眼睛都凸 說他不懂規矩 他包場也不行 他現在是否只剩下老土戲院 會播任達華 為什麼小妹們不知道這些事情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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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到人品要多差 和IQ要多低 才會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關人品事 也不關IQ事 與世界的認知有關 不要亂說人品 不要亂說IQ 人品是他做壞事 那這些事情是否壞 壞 但是他做這個壞事的時候 他是拿來為利益的 你說整套錄了Barbie 然後放上網 放在Youtube 有錢分的 傻了 Youtube也沒有錢分 立刻鎖了這個帳 就是他不是求利的 首先 人品 他要做一些事情 是拿來賺錢的 他不是賺錢的 就算IG 有人騙Like 什麼的 他的故事也不是騙錢的 沒有Like的 他的故事是不能夠令到他 他的IG會增加了Follower 他是無知 你可以說他無知 IQ低也不關事 你不知道的 你那件事與IQ沒有關係 IQ是邏輯思維 他怎樣幫你鬥 你知道我對無線的女兒特別寬容 其實從小到大沒有怎樣看過戲 從小到大 我們都是在無線上做一些同星 沒有怎樣接觸世界 嘩 真是可憐 他既然用了整個童年 去服務大家 在演藝事業上 我們應該是 感謝他 甚至要教導好他 不要罵他 聽完之後自己打冷陣 對不起 他自己也說了對不起 他自己也說了對不起 有些網民說 看你快快手 小孩子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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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未夠十八歲 你想怎樣 他不是殺人放火 但你知道 那些道德摩人 道德高地 就 燒死個女巫 總之 他們只有一個懲罰 我告訴你 懲罰 那些懲罰 越多人死越過癮 是啊 有時候網民是這樣的 不用罵得這麼狠 說 拍一張照片 又不是錄影 拍照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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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一下 我試過在舞台劇上拍照 拍照 當年拍王秋生極地情聖 誰都知道不能拍照 到秋生極地拍照 每個人都拿手機拍照 因為我的位置比較偏偏 我被保證看見 然後不可以拍照 我睜眼看見右邊 中間的位置全部都在拍照 唉 真可憐 沒有見過黃秋生 那時候再拍照 很久了 不過差不多十年前 每個人都是這樣拍 Yumi這次的行為 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不可以這樣做的 任答話說 最高刑罰 監禁三個月 和罰款五萬元 是啊 整個電影業 被你弄壞了 他拍照也不是一套倒錄的 他不是倒錄的 百老會中心叫過大家 不要再這樣做了 他呼籲 是嚴禁拍攝的 否則會被刑事檢控的 他說要大家自律 麻煩你關掉你的電話 還有沒有轉歌 之前也說要抵制這首歌 他說每部電影開場前 也有看戲禮儀 就算來自外地的觀眾 也絕不能以不懂 香港禮貌禮儀為藉口 希望大家自重 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那 這樣吧 小女孩 也不是什麼烏點 回頭就忘記了 乖乖地 不要再犯了 第一次當你不知道 第二次被人 不敢說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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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說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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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去 過了去 純粹說這件事給大家聽 我知道下面一定有人插 如果你是Cora那些 不敢說那些什麼 不敢說那些什麼 你相信我 下次他們犯的時候 一樣 我也是這樣說 應該沒那麼 好 再說 拜拜